主科关系导致,即主题和课题关系导致,通过呈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制造幽默感,类似螃蟹在波舞的壳,漫天的我飘在枫叶上,雪花上这样的句子,就是典型的主科导致。 因果关系导致,顾名思义就是将因当成果,果当成因。 比如,头盔的广告诉求是安全,但不必直接在文案中闯达安全的重要性,想要制造幽默效果,你可以运用因果关系导致法这样来写。 你具备以下特殊能力了吗? 一,你非常人,在单车运动中,任何情况都不会摔车和发生事故。 二,你在骑行的过程中,所有的机动车和障碍物都会让着你。 三,你平时不用带着脑袋出门骑车,头盔是累赘。 四,仰胎里就练铁头弓,脑袋比低颗结实。 五,你的脑袋再是能力强,就像隔壁壁虎的尾巴。 六,你是传说中的九头鸟,摔坏一两个也不用在意。 七,你彻底娴熟,又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八,你万一摔车都用脸部来冲撞轮胎等相对柔和的物体,用不着头盔。 九,你身体结构异于常人,关键时刻可以缩头入腹,所以不必用头盔。 十,你对世界已经并无留念,买下去有保险,准备为家人做最后贡献的,不准备用头盔。 如果你不具备以上能力的话,请你记住,头盔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再活一次。 如果生命消失了,别的东西就不重要了。 本来正常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因使用头盔,果,安全。 通过置换,因果关系变成了,因你很厉害,有特殊能力,果,不需要头盔。 九份工作拯救地球 2015年4月1日愚人节,国内外互联网公司纷纷加入愚人大军。 如国外的Google宣布推出电导版Google,三星发布新品Galaxy菜刀, 国内小米宣布发布新品小米震动棒,垂次手机发布,瞅眼相机等等。 作为一家专注于互联网招聘的网站,拉钩网发挥特场, 联合9家互联网公司发布了一期特别的招聘文案专题。 2015年4月1日,来自400年后的地球人来图米博士敲开了拉钩网的大门。 他告诉拉钩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魅族、Open浏览器、搜狐新闻客户端、 乐视、巨美优品、雷锋网、豌豆甲、吉路油等业界顶尖互联网公司, 必须为一年后的地球毁灭做好准备,储备9种人才,而这种9种人才很有可能拯救地球。 你有可能胜任吗?他们分别是首席降温官、首席细埋官、键盘痴汉、 星际新闻专员、首席挑刺官、首席猫星官、 WiFi信号品鉴师、首席鼓励师、斗手党安抚师。 OPRO OPEN招聘 首席降温官、CCO、60K到100K、北京、经验不限、学历不限、全职、 职位诱惑、弹性工作、海外交流、解决户口、担心嫁机、职位描述、职位要求、具备出众的责任性与环保意识。 熟悉风扇降温、水淋防风管送风、环保空调降温、水汽混合喷洒降温、压力喷雾降温等降位方法。 熟悉物联网、了解各类温度传感器、控制器、精通树莓派为佳、 熟练掌或Shell、Person或Sea等脚本。熟悉Linux内核编译、熟悉如Negos、Caseed等健康或性能监控系统。 乐于尝试新事物,克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工作内容 负责OPEN流量宝产品的数据中心及服务区运为降温工作。 利用环保经济的手段为服务器足进行降温,研究新能源在大规模服务器里应用。 针对日常故障、分析定位程序、功耗、占用及热量消耗情况,并进行优化。 参与架构优化、荣灾优化、性能优化等项目提高运为效率和质量。 凤凰网招聘 熟悉西埋关CXO 50K到100K 北京经验不限 博士级以上 全职 职位诱惑 上三休四 干满五年就能退休 98种医保任选 职位描述 这是一个高尚的 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职位 他要求你每天像公鸡一样早早的起床 比同事们早三个小时上班 如小蜜蜂一般在工位间来回穿梭 细心的吸掉办公室的雾霾 保护同时身体健康 全社会都为职埋做了许多 我们也要多出一份力 职位要求 一、政治素养高 思想平得好 执行能力强 对新形式下细埋工作的充分性 必要性、可行性又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患者和落实 二、身高两米以上的三位 负责1.8米及以上的高空区域 身高1.5米以下的三位 负责1.8以下的低空区域 三、肺活量大 能一口唱完十遍 精脏高原 肺泡乌破和脸 四、鼻孔为耳康同款 半径部的小于2.5厘米 鼻毛浓密 茁壮 长相喜人 鼻腔黏洁白 光滑有弹性 六、有互联网思维 能接受加班 内风网编辑部招聘 键盘吃汗 六K到8K 深圳经验一到三年 全职 只为诱惑 智能硬件第一平台 硬件一手体验权 只为描述 作为键盘吃汗的你 需要对机器键盘 穿戴硬件等 智能设备有浓厚的兴趣 同时玩物的你 也能够无情地揉力你的键盘 并将网络热点新闻 进行高速整理 快速出闻 对的 你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雷锋网的 硬件新闻编辑 来看看你的工作内容 一、第一时间跟进互联网 智能硬件圈子里的消息动态 二、对热点话题进行快速反应 给用户更多的信息输出 三、负责参与硬件项目 活动的采访工作 如何定义 键盘吃汗 一、关注智能硬件 与移动互联网 热衷于体验硬件产品 Jaker又信 二、从事过新闻类相关工作 对互联网科技新闻 有较强的敏感度 互联网科技、媒体、从业者 优先考虑 三、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工作积极性高 如果你符合上述工作要求 那就快来投简历吧 雷锋网有大量机械键盘供应 搜狐集团搜狐新闻客户单招聘 星际新闻专员 10K到20K 北京经验不限 学地不限 全职 只会诱惑 全宇宙最苦的工作 最神秘的职位 只会描述星际新闻采编 独立的星际新闻采编能力 针对重大星际事件 进行采访及深度报道 岗位要求 一、精通至少一门主流星际语言 二、可长期出差 拥有宇宙驾照 三、无信息倾向 可对可星系人士平等对待 客观报道 四、有泰坦星 B612M78星云工作经验的优先 乐视乐视视频王牌 Expo招聘 首席挑自观 50K到100K 北京经验不限 学历不限 全职 职位诱惑 奖金丰富 工作轻胸 配备最新电子设备 职位描述 需随身携带 iWatch iPad iPhone WPhone 安卓手机的设备 及各种公司发的 最新智能设备 随时随地掏出设备 检测乐乐视频APP的问题 对使用乐乐视频APP的重度 使有人群进行 邀约用户看过 一个电影后 组织观影集体验讨论会 建立烂APP吐槽互动小组 组织建立烂APP收入大全网站 提升自身水平 并发展大力吐槽行业 职位要求 无学历要求 可坚持 雕次越见 吐槽越横 心思越高 熟悉心理学 人类学 脑神经反应学等 绅士有礼貌 外表彬彬有礼 内心冰冷如雪 外贸九份以上者可优先考虑 需要有即将的沟通能力 敌个健壮 能在吐槽的同时 不被产品经历打死 面试 需经过五轮 极其严苛的测试 投递简离 需谨慎 温度假招聘 首席描心官 40K到50K 北京 经验不限 博士级以上 全职 职位诱惑 包三餐 有班车 月月一起出去玩 2015年3月31日 发布于拉钩网 职位描述 这是一个梦幻的岗位 错过就不会再有 这是一个激情的岗位 被挠的感觉 也是萌萌哒 同时 这也是一个幸福的岗位 因为你是互联网 最牛的首席 喵心官啊 职位要求 家里现有五只萌猫 你的工作 可不只是在 光滑的猫背上 摩擦这么简单 你要负责 所有猫心人的日常生活 包括喂饭 送零食 剪指甲 洗澡 抚摸 配玩 找对象 谈恋爱 以及专业蝉食 一 熟悉猫心人 洗心很重要 因为喵心人 会帮助工程师 携带嘛 因此特别需要 保持指甲的整洁 与捷径 二 抚摸技能 将耗猫技能 也非常重要 如果把猫摸得 炸毛了 后果你懂得 想起来 我也是怕怕的 更多福利 三餐全包 每周都有 惊喜的特别早餐 往期层有乌冬面 意大利面 热狗 云南米线 以及煎饼果子 来一套的 以后还有什么 还不知道呢 搬车不多 四通八达 刚好可以把你 送回家 每月一次团队建设 带上你的五只萌猫 大家一起 吃吃喝喝 谈谈感情 即路由 挑刺部招聘 WiFi信号品监视 40K到80K 北京 经验不限 学历不限 全职 只为诱惑 送别墅级别 配智能路由器 再送大别也 2015年4月1日 发布于拉钩网 只为描述 即路由 一直关注WiFi信号质量问题 并对WiFi信号 有着极高的品质追求 希望你也同我们一样 拥有打造 世界上信号 最好的智能路由器的梦想 只为要求 一 赋予探索精神 环境适应能力极强 可在大溶洞 火山口 原始森林 等艰苦环境中 进行WiFi信号测试 当然 特殊情况下 男女卫生间 也希望你能通吃 二 强迫症患者 加完美主义 可以忍受女朋友劈腿 也可以忍受 别人在你面前吃韭菜 献包子 但是绝对无法忍受 WiFi信号不满格的状况 三 强连网以患者 坚决没WiFi的饭馆不去 没WiFi的商场不逛 没用过WiFi的男女朋友不泡 四 无学历要求 即路由 一直以拥抱人才为宗旨 有意愿者 可将简历 直接投资邮箱 魅足招聘 程序员鼓励师 8K到16K 珠海 经验不限 本科级以上 全职 智慧诱惑 技术港待遇 呆萌马 能相伴 从此暖暖围绕 岗位职者 程序员运到Bug 内心焦躁的时候 坐在旁边 给他加油鼓劲的妹子 岗位要求 长相甜美 微笑常在 二 善于倾听 善不善于沟通不重要 能忍受手机产商 工程师死才无法交流的性格 了解手机 懂科技 不然聊起来云里物理 工程师会更受打击 巨美优品及 庶眠碎店招聘 舵手党安抚师 80K到100K 北京 精力不限 学力不限 全职 职位诱惑 包解个人问题 只会描述 自从有了巨美及庶眠碎店 正品抄底价 到货速度又快 等海外爆款 让舵手党数量急剧攀升 你又嗨了吧 又买买买 停不下来了吧 又想舵手了吧 大海航行靠舵手 舵手党是拉动 国家经济增长的 中间力量 是国家的动量 为了给舵手党们 一些安慰 一些温暖 每天一点正能量 特此招聘 舵手党安抚师 给身陷 巨美及素免税店 魅力 无法自拔 也不打算自拔 也无法拔出来的朋友 进行加油打气 在通往舵手的路上 我们手挽手牵并牵 一路前行 职位要求 经常在巨美及素免税店 逛逛逛 买买买的优先 对海外化妆品 如痴如醉 如鼠家政的优先 心理学专业优先 颜值高的优先 逗逼会卖萌的优先 爱扯淡爱唠叨的优先 妇女之友优先 有居委会工作经验的优先 文案做的用心 看似恶搞 实则每一则文案 都分别对应 这家公司的产品 或者核心业务 而且每一则都符合 各自的品牌形象 很多人明明不知道 这是愚人节恶作剧 但还是乐呵呵地 读完了这些 一本正经正在搞笑的 招聘文案 有不少人还真的投了简历 实际上 不仅愚人节文案 一本正经的搞笑 作为一家专注于 互联网行业招聘的网站 拉勾网的普通招聘文案 也往往十分多变 玩得了小清新 验得下重口味 一切以我懂你 和用户一起玩嗨为标准 消费自己 娱乐他人 有人说我变了 变得冒犯传统 变得异常坚硬 变得时间只成为固执 我变了 我没变 初心未曾改变 十二年 重新出征 刘强东 有人说我变了 变得温顺平和 变得失去呐喊 变得不与这个世界争吵 我变了 我没变 初心未曾改变 十二年 重新出征 李娜 有人说我变了 变得不再叛逆 变得退进风芒 变得被时间模具棱角 我变了 我没变 初心未曾改变 十二年 重新出征 谢霆锋 这是京东十二周年的TVC文案 分别由京东创始人刘强东 网球运动员李娜 明星谢霆锋出镜代言 文案也做得很煽情 但是这些文案带来的传播效应和口碑 却远不及京东向马云叫板的一则公关文案 其因是马云私底下炮轰京东 京东将会成为悲剧 这个悲剧是我第一天就提醒大家的 不是我比它强 而是方向性的问题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你知道京东现在多少人吗 五万人 阿里巴巴是慢慢长起来的 现在才两万三千人 收购加起来才两万五千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做快递 现在京东五万人 存储将近三四万人 一天配上两百万的包裹 我现在平均每天要配上 两千七百万的包裹 什么概念 中国十年之后 每天将会有三亿个包裹 你得聘请一百万人 那这一百万人就搞死你了 你再管事事 而且它的60%的收入 是在中关村和淘宝 它自己网上不可能那么大量 所以我在一家公司 一再告诉大家 不要去碰京东 别到时候自己死了赖上我们 这番话在社交平台上 引发疯狂转载 对此 京东黑板报公众 微信号发出长文 我们会做好自己 时间将证明一切 回应马云的悲观论 什么是大师 大师就是你问他格局 他跟你说骄傲 阿里 腾讯 百度 已经不是一个档次 我们阿里 一马当先 你问他战略 他跟你说孤独 再过三五年 有几个人看得懂 我在买楼 你问他未来 他跟你说命运 如果美国有一个阿里巴巴 亚马逊 还能活吗 你问他竞争 他跟你说悲悯 京东将来会成为悲剧 这个悲剧是我第一天就提醒大家的 其中 禅于季风 我慢慢悟 但目光怜悯 又让我糊涂 你起于讲台 纵横百合 大展云图 我心于柜台 俯身功 仅 专注服务 你舌战莲花 构建系统 俯瞰众生 我毕鲁蓝女 傻搭黑粗 建设商路 你建厂收租 八方来财 轻松自如 我彩销合一 质量把关 不敢马虎 你点钞机一开 好运自然来 我们羡慕 却不嫉妒 我子冰 数千万 努力做自己 尽心职位 感动主顾 虽然我们常常相互顾盘 但其实并不同路 让你如此操心 使我泪流如注 莫名感动之后 既然你要穿越三个世纪 我们相约百年好不好 改一首诗送给你 时间会证明 它是个公正的河士郎 一马优户不见 我自公根而行 心怀虚无之念 不必枉字多情 这篇常文案一出来 立刻被推上了 舆论风口 有人批评 措辞太激烈 但也有人认为 京东这一首苦情牌 打得很妙 再加上的确是 互联网行业 浓头老大的欺负 和出言不逊在先 因此瞬间 补去了一大批 用户的同情和支持 为什么这篇文案 会比中规中矩的 TVC文案 掀起的话题度更高 因为人人都喜欢 好玩的东西 制造好玩的事件 或者在事件里 表现出幽默机制 用户就会买账 只要你能够娱乐大众 那就够了 京东深岸大众的 这一心理 所以把公关文案 写得诚恳而刻薄 诚恳是为了赢得人心 刻薄也是如此 当然 他们同时都是一种 娱乐大众的手段 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 塑造出反抗 愤慨的励志形象 更容易深入人心 马云当然也深爱 娱乐之道 从他极具自黑的 娱乐精神的 个人微博上 就能看得出来 比如他曾经在微博上 转载了网上 很火的一张 酷似马云小时候的 红衣孩子照片 并配上了一段 自我调侃 乍一看这小子 还以为是家里人 上传了我小时候的照片 这鹦鹉的神态 我真的感觉自己是在照镜子 不过当年的我 手里拿的可是板砖 而且每天早上出门时 衣服上整齐的五颗扣子 回家时 从来不会多于两颗扣子 马云的微博账号 大自然保护协会 马云人气很高 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 他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和年轻人心目中的成功者 更在于他的这种 自黑和娱乐精神 在社交网络上 一位懂得自黑自语的成功人士 当然比一位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 更受欢迎 面对京东 作词刻薄的回应 马云很快在个人微博上 发出了一篇文章 上午收到公关部 王老总一条短信 恭喜你马总 聊天聊好了吗 没想到朋友录音成文吧 我回他 房不胜房 下次聊天 上早堂 我这个人喜欢聊天 漫无目的 海过天空 痛快淋漓而只涂嘴爽 这些年在不同场合 我说了不少的疯话 胡话和愚蠢的吹牛 给自己也给别人 带去了不少问题和麻烦 惊狂和无知 总是一路伴随着我 我这年龄 真不该童言无忌 眼泪掉下来 这次聊天 没想到一个朋友 把聊天再次录音成文 很多话确实是我说的 但媒体却弄出一个 我批评京东的标题文章 传播得很快 有人间的吹牛聊天 被公开成报道 对大家都不公平 特别是对京东公司 可能会造成 武断的困扰和添乱 我身表建议 我补充一下 我对京东的 另外一些思考吧 任何商业模式 都是不完美的 没有所谓 真正正确的模式 适合自己的鞋子 才是最好的鞋子 适合自己理想的 受客户欢迎的 当然就是最好的 如果中国互联网 只有一种 所谓的正确模式 才是我们的悲哀和无知 当然我们这些创业者 都在每天被人挑战 指责下走出来的 今天的京东 也已经不再是 昨天的京东 我们真正关心 并祝福他的努力和改革 我估计也改变不了自己 好为人师 毁人不坚的性格 也习惯了被各种 语入观点 但是我希望把自己的观点 尽量完整地表达 以免少再出口商人 新年快乐 相比京东的激烈和刻薄 马云的回应 似乎显得云淡风轻 很有大佬风范 但是在自黑式的说法当中 实际上也包含着 对京东的嘲讽和调侃 这种绵力藏针的姿态 同样赢得好叫声一篇 在这样的事件当中 舆论如何 世界的相关者们 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 这些都不重要 就像是一场娱乐秀 云淡风轻也好 刻薄也罢 都是表演 无论正还是写 只要让观众看得开心就好 用商业秀的作者 斯科特 麦克凯恩的话来说 在当下 所有的行业 都是娱乐业 30多年前 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 尼尔波兹曼 写过一本书 叫做《娱乐至死》 他在书中说 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 政治宗教 教育和其他任何 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 都不可避免地 被电视的表达方式 重新定义 而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 所以一切公众话语 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一切文化内容 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服用 其结果成为了 我们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30多年后的今天 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介 已经开始示威 但互联网出现后 公众话语表达的 娱乐化程度有增无解 那些能够在互联网上实现全民疯狂的事件 几乎都是娱乐化事件 比如 马云和京东之间的公关 文案大战 人们之所以在微博和朋友圈刷屏这一事件 无非是因为好玩 娱乐 通俗来讲就是玩 玩就意味着不严肃 不正经 不神圣 在高强度 高压力的现代社会 在人人都可以参与狂欢的网络上 谁也不愿意 让自己活得太辛苦 这种心态 已是娱乐化流行的原因之一 据2015年 微信团队发布的 微信生活白皮书中数据显示 在阅读方面 60后偏爱鸡汤文化 80后关注国家大事 90后则更喜欢娱乐八卦 网络人群年龄越来越趋向 年轻化的时代 娱乐化已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就像冯伦所说 不会玩互联网娱乐的企业 将来很难取悦年轻人 老店的自黑精神 娱乐精神很多时候 都是一种自黑精神 自黑本身就是消费自己 娱乐他人的诚意 看看这些海报文案 如何用自黑精神打动顾客 这位余店老板 完全是用整个身心自黑 文案 老板是本店最活跳跳的 50年老余铺 余星 文案 余种 西伟三页 老板 体长 170厘米 钓着 西伟绒 钓长 文理商店街 余星 重量 66公斤 文案 老板是本店最大位的余 50年老余铺 余星 这一家 燕姿店的老板 则是老顽童一个 童言无忌 文案 海报设计 快点做啊 我都要死了 文案 我终于知道 这工作有多辛苦 让人忍不住吐槽 您知道的太晚了吧 文案 不干了 我要去玩 任性的很 让人想要大呼 别关门 这家酒保书店的黑色幽默 玩得更有文艺法 来看系列海报的文案 这名就叫做文德里 书店没了怎么行 所以买两本呗 其实只看不买是不行的 哎 还是算了 但是还是要有点颜色啊 好书不是搜索得来的 而是不起而鱼 这话很酷吧 短短短几句话 既有趣 又将书店的气质 和老板的性格 塑造得非常鲜明 认真你就输了 2015年5月29日 范冰冰和李晨公布恋情 李晨发布了一条 公布恋情的微博 配图是他和范冰冰的合照 只写了两个字 我们 这条公布恋情的微博 引爆了社交圈 转发量一下 突破数十万 各品牌纷纷跟进 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 文案 吸睛比拼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杜蕾斯 仅仅九分钟 就在微博上发声 你们 冰冰有礼 杰士帮则用标志性的 杰士帮小黄人 模仿范冰冰和李晨的 合照知识 配上文案 也就是这么牛 小米的微博 以一黑一百 两款小米手机 分别指代 白富美范冰冰和大黑牛 李晨 并配应景的文案 有礼有范 美帝文案 你有冰冰 我也有冰冰 港本的文案 则走内涵路线 金城所至 金时为开 金是指范冰冰 饰演过金锁 时则是暗指 一个关于李晨的传闻 据说他给历人 女友都送过信息石头 文案很好 但不容易立刻领会 当然 有很多人认为 品牌文案 抓住明星八卦 做文章很无聊 而有的文案 人耍小聪明 内容也颇低俗 但这并不妨碍 这些文案 在社交平台被刷屏 以来众多关注和点评 在互联网时代 品牌也好 文案也好 都是要追求年轻化 现在的互联网市场 八年后 九零后 占据半壁天下 尤其九零后 是未来十年内 新一代的消费主体 也是推动 移动互联网 快速发展的关键人群 企业与品牌 必须赢得他们的青睐和追捧 但是要拉拢他们 绝对不是夸一夸 产品就能做到的 九零后是互联网的 原著名一代 他们从出生后 就开始接触互联网 高度依赖网络 过着一种 随时随地链接的生活 互联网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不是一种工具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方面 他们是最不相信 广告的一代 从小接触 信息庞杂的网络世界 让他们对信息 具备较高的分辨力 而且通过互联网 学会的开放 平等参与的关联 使得他们也很难 对那些一位 宣扬自己的广告 产生好感 另一方面 他们生来就具有 互联网兴趣为王的基因 对生活趣味的渴望 大大超过了其他群体 因此在消费选择上 他们更倾向于 选择自己中意的 而不是有用的 那么 他们中意什么样的品牌呢 以下是各类 关于90后消费官 品牌官的调查中 常见的关键词 有态度 不盲从 有立场 有趣 有创意 有个性 总的来讲 品牌能不能和我们 一起玩耍 这才是击中 他们内心的核心诉求 文案最好成为 和用户玩耍的工具 让用户认为品牌足够有趣 足够懂他们 并且能够和他们玩得来 既然是玩 那就不能认真 不认真的意思 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案的形式 别太认真 你完全可以将任何地方 当成文案展示的平台 比如像下面这个例子一样 利用自己的APP手页 按钮图标 或者搜索框 来写文案 2014年双十二 电商移动客户端 展开文案大战 首先出招的是淘宝 他将自己APP手页的 按钮图标的文案 改成了真心便宜 不然是狗 接着京东在APP手页 给出回应 拒绝假货 不玩猫腻 随后其他电商平台 纷纷跟进 加入猫狗大战 猫头同时指向淘宝和京东 当当 敢不敢玩猫腻 敢不敌 是狗 苏宁一狗 真比猫狗神 国美在线 货真价低 猫狗快闪 一号店 若非底价 猫狗不如 亚马逊乱入 在首页搜索框中 写出这样的文案 兜犯众人 你们以为 我首页没有图标 就不能玩了吗 未平会紧跟其后 不带我玩 好坏好坏 类似这样 不正经的玩脑 往往能够吸引 多关注 从用户心理角度来看 理由有三 一 好奇心理 当品牌文案 以一种新奇的方式 出现在用户眼前时 自然能够引发 强烈的好奇心 网络中的年轻一代 习惯在虚拟的环境下 寻找现实中 不常见的事物 看个心理 编号娱乐事物的群体 本身并不关心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只是带着审美 或者审处的观者态度 来满足自己的 力气心理 表现心理 年轻化的网络群体 并不满足于观看别人 他们更喜欢表现自己 浏览 点赞 评论 转发分享 参与二次创作 这一系列行为 都是出于表现自我 得到认同的心理需求 针对这三种心理 除了文案的形式 不必认真 文案的内容也是如此 这里可以从两方面来讲 一是文案风格的不认真 用词 文风不妨轻松活泼一些 多些机制调侃 但是不认真 不是乱奶 以下是一节 玩过头 而招人讨厌的手法 一定要避免 堆砌网络流行语 流行语来得快 去得也快 而且不乏恶俗之词 用在文案中 格调不高 容易引起反感 脏字随便用 我们经常看到段子 手在段子里用脏字 用户很买账 但作为品牌文案 还是不要随便用 比较好 理由同上 卖萌过度 文案卖萌 是垃圾用户心理 距离的好方法 但卖萌过度不可取 不要让用户觉得 你的品牌和文案很幼稚 文案要和用户一起玩 要让他们产生 认同和尊重 而不是反过来 过分混搭 不要以为贴近网络风格 就能受欢迎 有的文案过分 运用爆满风格 恶搞吐槽 以为这样比较好玩 实则画幅不成 二是文案立场的不认真 既然用户并不关心 实施真相 文案也不必关心 只要有趣就行了 比如用户其实都很清楚 双十二电商图标 文案大战的背后 是一场品牌之间 相互合作的炒作 明明知道是炒作 却津津有为的围观 并且参与 是因为事情很好玩 文案很有趣 用户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 一是这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意思 二是这里面的人 有没有意思 想想那些 在社交平台上 疯传的事件 人们之所以传播它 是因为关心 这是仅仅因为有趣 恐怕后一个理由 更常见 比如在2014年 巴西世界杯低阻 乌拉圭对阵 意大利的比赛当中 苏亚雷斯与意大利后卫基 耶尼尼发生碰撞 将头伸向了基耶尼尼的肩膀 很明显咬了基耶尼尼 苏亚雷斯咬人事件 很快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热议 但是真的有人认真地讨论 他咬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吗 真的有人关心 他咬人之后的后续进一掌 关心他是不需要赔偿 道歉吗 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引发热议 仅仅是因为他本身 所具备的趣味性罢了 所以一些全球知名品牌商家 纷纷抓住这一热门事件的趣味性 在社交网络上抛出了自己的调侃 美国著名口香糖品牌Trendent 在自己的推特主页上 推出了一条应急的广告语 就叫Trendent 而不是球员的感觉 百味啤酒则贴出了一张图片 一口疑似苏亚雷斯的牙齿 正准备摇开酒瓶盖 淡定瓶盖已经开了 著名漱口水品牌 尼士德尼一发推做广告 咬完意大利人之后 我们推荐你洗洗更健康 著名巧克力品牌 施利架则直接在推特上调侃了 苏亚雷斯 你好 苏亚雷斯 下次如果你饿了 不妨来挑施利架吧 而苏亚雷斯的主国 乌拉贵麦当劳公司 也跳出来凑热了 他们在推特上调侃苏亚雷斯 并用西班牙语写道 你好 苏亚雷斯 如果你真的饿了 为什么不常常迈当劳巨无霸呢 都是对苏亚雷斯 不留情面的调侃 却不会让人说 这里涉及一个度的拿捏 文案不需要认真的占立场 只需要在乎是否有趣 并不是说什么话都可以说 为什么有的文案 打击竞争对手 让人发笑 有的却让人反感 度如何拿捏 损人的话可以说 但要调侃者说 风格可以温和 可以激烈 视情况而定 故意损人的话不要说 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有趣的内容要再巧妙 机智的文字运用方面下功夫 而不是靠刷下 线薄眼球 比如将素亚雷斯的咬人 引伸到咀嚼 开饼铠 漱口 饿了 依次观念产品 这些就有些很机智 而且调侃很适度 很有幽默感 反之 假如文案一 为拿咬人做文章 靠仇化球星形象来制造笑点 吸引关注 这就很难赢的用户好感 这四类很转的人不用微信 在中国 微信在社交软件领域绝对是王者 根本不用在宣传上用力 但在开拓陌生的海外市场时 微信还是需要在广告文案的创意上 一展身手 比如 微信在泰国推出的视频广告 这个世界上 有四种人不用微信 就很有趣 目的明明是希望大家都来用微信 文案 却偏偏反着说 成功都吊住了所有人的胃口 哪四种人呢 第一种人 记忆力超强的人 视频中的女士放眼 记忆力最强的是我的大脑 朋友向她借钱 她清楚地说出在某年某月某日 某时某地 朋友借了她多少钱 做了什么用 让朋友惊掉下巴 还难有约会 难有甜言蜜语 宝贝 我从没有骗过你 谁知她清楚地举证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说在家 其实你是和另外一个女生在某街 记忆力强大成这样 要微信干嘛 聊天历史记录之类的功能 简直毫无用武之地 但是 这世上有几个记忆力这么强的人 隐含的意思很明显 记忆力达不到这种程度的人 还是乖乖用微信吧 第二种人 男人未超强的人 男人未强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强壮的体魄 承担所有的体力活 为一家老小排出危险 怎么可能和老婆喜鸳鸯欲 太娘了 作为一个男子乞丐十足的人 怎么能用微信 那些萌萌哒表情是什么回事啊 但是 大家都爱这样可爱的表达方式呢 跟有没有男人未无关 第三种 超级脱俗的人 追求内心的平静 杜绝和远离一切是俗困扰 在闹事中前行 在假山瀑布下静坐 在一点的喧嚣里不为所动 所以说 微信那种输入关键字词 就开始下表情语的功能 都是什么啊 完全是多此一举 纷乱了我纯净的心理 但是 世界上有几个人 能够真的隔绝世俗呢 纷纷扬扬的心情 落在屏幕上 不是很美吗 第四种人 自由的城市 隐身人 从来没有人见过我的真面目 我可以是这城市里的任何一个人 假扮成老人 少年 黑人 男人 女人 这种隐性智能 让我角色自由切换 我当然不用微信 因为微信的高清视频 会将我打回原型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感觉 这种远隔千里 却如在眼前的交流感 实在是太棒了 这四个短片 充分地运用了态势幽默 表达夸张 演绎生动 多出品牌诉求 全民微信 终极社交感受 看似是嫌弃微信多次一举 前台词却在推崇微信功能的有趣 多姿多彩 而且这种推崇 完全不需要问按自己到处 基于这种夸张的表达效果 用户自然而然 就会对这四个人产生处理感 从而为